上世纪90年代的NBA篮坛 有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中锋球员 给球迷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他只在NBA效力的短短6个赛季 但是却听见傲人的身高和风趣的各新闻名联盟 他就是前华盛顿子弹队中锋乔治穆雷桑 中文名乔治穆雷桑外文明 国籍罗马尼亚身高2.31米 77寸体重137公斤303磅 选秀1993年第二轮第三 零为被子弹对选中于身高最矮球员 小虫伯格斯乔治穆雷桑 1971年2月14日出生于罗马尼亚 私职中锋 是NBA有记录以来身高最高的球员之一 与马努特波尔同为2.31米 他的球员号码是77号 因为身高7英尺7英尺 穆雷桑的父母身高都没有超过1.75米 而他之所以长得这么高 多少跟他的巨人真的有关 同年时期的穆雷桑因为个子高几乎没什么朋友 以至于父母非常担心他未来的生活 直到14岁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穆雷桑的牙医发现了他的特殊之处 身为兼职篮球教练的牙医 在争取了穆雷桑父母的同意后 开始训练他的篮球技能 穆雷桑的职业生涯开始于罗马尼亚的CS 俱乐部随后前往法国联赛发展 1992-93年期间 穆雷桑效力与法国联赛的Powell Says俱乐部 1993年NBA选秀大会 穆雷桑被当时的华盛顿子弹对决中 在选秀当晚还不太会说英语的穆雷桑向主持人 表示自己唯一会说的一句英语就是 I love this game 与他同年入选的还有另一位高人球员 就是肖恩·布拉德利 在选秀和影识他俩将持人NBA总裁大卫斯特恩 夹在中间的照片显得十分优秀 新秀赛季 穆雷桑代表子弹队出战54场比赛 场均5.6分 3.6篮板 0.9封盖的数据表现一般 但是在替补出场时他的拼劲 还是让子弹队看到了他的潜力 1994-95赛季 随着克里斯维伯 祝望霍华德加盟子弹队 子弹队的新全场组合让联盟充满期待 穆雷桑在这两位全明星队友的身边 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低长的优势 当维伯或者霍华德被内线球员协防时 他可以轻松完成补拉 当维伯在内线顶住对手的同时 他可以轻松的完成协防后的风改 当赛季他的场均数据上升到10分 6.7篮板 1.7封盖 1995-96赛季 穆雷桑首发出战了76场比赛 凭借场均14.5分 9.6篮板 2.3封盖 投篮命中率58.4%的优异数据 被评选为当赛季的剑部最快球员 他与克里斯维伯 助马霍华德为球迷们称为当时子弹队的三 驾马车组合 与巴克里护喷拉击化防守 达蒙斯塔达玛尔防守布拉德利和奥尼尔 当年子弹队主场对阵公牛队 穆雷桑在篮校抢卫 使与罗德曼发生冲突 这位身高细长的高人面对大虫的挑衅丝毫不惧下风 他应对罗德曼的画面 至今让老球迷们印象深刻 1996-1997赛季 穆雷桑代表子弹队出战73场比赛 场均得到10.6分 6.6篮板 1.3封盖 封盖麦克尔乔达1998年夏天 新泽西来网队看中了穆雷桑在内线的能力 将他招入队中 可惜当赛季他只打了一分钟健身赛季报销 养伤期间的穆雷桑却在场外守护颇风 由于异域常人的身高和出众的球技 让穆雷桑很快就成为当时全美的电视明星 ESPN甚至把他作为重点的报道对象对待 除了平凡出现在各种访谈节目当中 穆雷桑还在演艺圈发展 与好莱坞著名影星比利克里斯托 一同出演了电影《我的巨人》 另外穆雷桑还客串出演 了当时还是说唱新人 Demnum的音乐录影带 My name is 而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当年与一群孩子合拍的市立架广告 据说这则广告播出后市立架 在全美的效量提升了70% 与Mnum合拍音乐录影带式立架广告 1999-2000赛季莫雷桑付出 不过严重的伤病已经让他的双腿不能再承受NBA级别的比赛 在未来往出战30场比赛里 场均仅得到3.5分 2.3篮板 赛季结束后 穆雷桑离开了NBA赛场 返回欧洲联赛效力 在沐美方短短6年的NBA职业生涯 中共参加了307场比赛 其中首发登场207场 场均贡献9.8分 6.4篮板 1.5封干 虽然算不上一名出色的NBA球员 但是他和波尔一起算是开启了海外常人球员进军NBA的先例 2005年中国球员孙明明曾前往美国训练 并进些加盟NBA 当时孙明明聘请的教练就是穆雷桑 退役后的穆雷桑一直同时篮球相关的工作 2004年他开立了穆雷桑巨人篮球学院GBA 同时他还是华盛顿棋台队公关团队的形象大使 2006年他与女体操运动员科马内奇 一起被评许为罗马尼亚最伟大的运动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